肩胛骨下的疼痛往往就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它局部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慢性损伤会引起 再一个呢颈椎或者是肩关节的疾病 也可以引起肩胛骨下的疼痛 再一个呢还有脊柱的肺的胸膜的疾病 也可以引起肩胛下的疼痛 再一个呢如果还有高血压的人 高血压的人如果是心脚痛 也可以表现肩胛下的疼痛 其实疼痛呢是我们所说的人体五大体征之一 现在呢疼痛我们把它描述一个上帝给的礼物 也就是说有疾病的话 大多数的症状是疼痛 所以疼痛往往是局部病变的一个信号 早期的信号分辨疼痛的性质 分辨疼痛的程度 分辨疼痛的半发症状 都可以去诊断相应的他所患的疾病 感谢观看